好的,接著是蔣麗芸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我在內地做過省政協、市政協 亦都做過全國政協 都只是全國政協,我做了20年 每一次,我是由第八個五年規劃開始參加的 很清楚市的規劃、省的規劃 國家的大方針的規劃,具體要做什麼 達到什麼的標準,說得很清楚 你一定要有個成效的,而不是很矛盾 很模糊去說一件事 今天我看到一些文件 我發覺有些工作,其實好像是工作報告 過去做了什麼 然後繼續去做什麼 繼續的事情就是 例如剛剛西國文化區那些事情 或者希望愛國者治港 要做好一點 但是好像所有事情都欠缺了一些新意 現在我們不只是說 這個由2021年到2025年 這五年的規劃 其實這次國家還有 去到2035年的長遠規劃目標 有目標,你看回國家 很清楚他們的目標是去到哪裡 成效去到哪裡 所以假如大家在這個時候 在設計著你們的未來 可以這樣說 五年是近距離的目標 另外那十年是長遠的目標 香港的未來就是在大家的手上 所以究竟你要做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的工商事務委員會 一直很關心 我們香港頭頭尾尾尾 都放了很多錢 在這個科研那裡 我們差不多達標了 R&D的佔GDP的比例是達標的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是用公帑去養R&D 然後我們要那個成效 就是希望 希望那個成果 也要佔GDP多少 但是到目前來說 我們都沒有這個 叫做成效的轉化成果出來 但是我們香港 其實都有很多研究人才 過去很多年 我也知道 就是幾間大學 他們都有很多成果出來了 還有我們的研究所 或者我們支持了這麼多年的 那些 怎樣將他們要去成為 即是達到我們GDP多少 在這個階段怎麼走呢 其實這裡我們真是希望 未來 阿蔣議員 你留一點時間 局長回應 不過你剛才說科研那裡 下一個議程 我不是 他們現在不用 下一個議程 就有整個大的議題 可以讓你再問這個問題 我也希望 譬如 就是 這個 有一些具體的東西 譬如說交通的 OK 大家都知道 好像聽到 203年 香港 希望能夠做到全面 這個 這個 阿蔣議員 你還是留一點時間 你給我 沒有時間 過了 我知道你不用 你給我五分鐘 四分鐘 四分鐘 你已經過了三分鐘 不要緊要 你如果不用 局長回應 你可以發揮二分鐘 阿主席 你不用 局長回應 我已經提出 我要想什麼 希望他們 我想他們再來談 你可以再約每個局長 談 你給了時間 我就讓我問局長 好嗎 因為局長沒有時間 回應你 OK 阿局長 麻煩你 你浪費了我 一大半分鐘 我給你多二十秒 你 你 你知不知道我問哪個局長 你剛才問了很多問題 每個局都可以回應你 OK 你要不要每個局 回應你 我想 你給我一分鐘 沒問題 我現在想局長回應你 我不需要和你再席 局長 麻煩你 曾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蔣議員的意見 和提問 亦都是 在我們那個文件裏面 的副件二 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這次 有個長達三十八頁的一個 具體工作的重點 其實裏面 含蓋是多方面 亦都是由短中長期的措施 我們都是羅列在裏面 裏面 主要都是在我們目前 以致規劃 以致規劃 未來的工作 希望可以 在十四五規劃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更加 有利於國家和香港的整體發展的安排 我們可以更加 請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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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講 請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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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局局 請教育局的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計劃 我們也不是一個會可以討論到 未來我相信更加有不同的場合 或者會議 我們再繼續商討對香港未來很重要的規劃 現在多謝兩位副局、六位副局 以及其他的主要官員 這個題目就到此為止了 謝謝 多些機會可以來立法會多些去講解 我們政府在十四五規劃方面的工作情況 也希望盡量爭取 立法會各位議員可以配合盡量 大家就十四五規劃以至香港未來發展可以一起努力 絕對歡迎各位局長 如果有最新的訊息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 多謝兩位局長、六位副局 第五項議程就是 研發中心2019至2020度和2020至2021度的進度報告 我現在請政府官員入會議室 政府當局提供了的討論文件就是 立法會CBQ1987-2021-04文件 秘書署就有相關的背景資料 一簡介就是立法會文件就是 CBQ1987-2021-05文件 我是歡迎政府當局和五個研發中心的代表出席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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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會選擇 尊敬